来关新疆疫情 昨天新增的染疫死亡人数 一共59人再创新高 累计死亡达到了382例 致死率来到千分之零点四 疫情还没有到高点呢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致死率预估还会再往上走 但希望不超过千分之一 只是这个目标呢 国内专家直言 其实是有难度的 而想把致死率 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 医师建议了应该要扩大筛减 快筛扬及确诊的对象 并且及时给抗病毒口服药 做好常灾常灶机构的减灾 提升能打第四季民众的接种率 国内今年本土疫情 已突破百万大关 如今防疫重点 是降低重症死亡率 陈时中定出目标 但医师认为有难度 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新冠它的引起的重症 它的比例非常的低 那现在的重症都是 中部防疫指挥官黄高斌直言 毕竟接下来可能有更多高风险族群确诊 一旦感染死亡几率就很高 因为像是高龄 肥胖慢性病 还有阻塞性肺疾病 其实才是患者的致死主因 新冠肺炎只是附属原因 得照顾好主疾病 才能压低致死率 而医界也点出三项措施 可把致死率压在千分之一以下 首先要放宽快篩羊 急确诊的适用对象 才能减少PCR裁剪负担 及时投药治疗 接着要减少长照机构灾情 而且所有可打第四剂的对象 都要尽快接种 加强医务人员能够恢复成医疗正常生态 让他能够好好照顾这些病人 不要让他因为这些疾病 而没办法受到好的照顾 而产生提前的死亡 今年中重症个案已突破2000人 其中382人死亡 数字飙高原因 前国际署长邱淑提认为 是因防疫措施放太快 像核病毒共存 流行曲线需要被压平 而非干脆直接躺平 重新调整医疗量能 加强部分防疫限制 才能有效阻止汗事发生 国内确诊人数飙升 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 就提出了一个超级免疫观点 他认为试打疫苗之后 再加上自然感染 所产生的综合免疫力是超级免疫 抗体广效也持久 不过台大工卫教授金传春 对此就实着保留态度了 他认为这可能会误导民众 以为自然染疫比较好 不过目前民众接种的疫苗 都是最原始的新冠病毒株 面对变异病毒效果较差 直言疫苗没打得好 自然免疫可能会让某些人 付出生命的代价 国内开放部分对象 接种第四剂疫苗 提升保护力 不过有学者喊出 施打疫苗后 如果再加上自然感染 就会产生超级免疫 抗体广效也持久 但其他专家对此说法 态度保留 认为这可能会误导民众 以为自然染疫比较好 但要想达到超级免疫 先决条件是疫苗打得好 现在民众接种的疫苗 都是最原始的新冠病毒株 面对变异病毒效果较差 如果疫苗没打好 用自然免疫 可能会让某些人 付出生命代价 打疫苗或是自然染疫 所产生的一个抗体 其实不是每个病人都 一模一样多 一定能够诱发足够的一些 抗体的产生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时候超级免疫产生的话 我们认为这是可能存在 但是效果有多好 可能还是回到被感染者 他在染疫期间的一些保养 由于每个人体质健康状况不同 也有专家认为 老年人免疫低下等族群 恐怕经不起自然感染的风险 也不能忽略 确诊后恐留下后遗症 且即便有超级免疫加深 还是不能排除突破性感染 借由自然感染产生超级免疫 各界看法不一 但让专家口径一致的是 把疫苗打满打好 防感染也降低中重症风险 记者组合不动 台湾本土疫情爆发以来 目前累计有7名儿童重症个案 其中3例并发了脑炎 2例死亡也引发关注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 直呼设施不寻常的 因为国外儿童染疫之后 出现脑炎的报告并不多 即便疫情严重的香港 至今也才出现过2例个案 台湾的疫情才刚开始没多久 就出现了3例 怀疑可能是跟体质或是基因有关系 五国从今年4月开始 Omicron染疫人数急剧升高 累计有7名儿童重症个案 其中3例并发脑炎 包含新北跟基隆的2岁男童 两人病程发展快速 最后都不幸病逝 而新北的一名4岁女童 送医后也被发现染疫合并脑炎 目前被收治加护病房治疗中 台湾疫情才开始 没多久就出现3例个案 让专家直呼不寻常 第一个警讯就是台湾在 因为疫情走到 还没有走到顶的时候 已经有3例的儿童脑炎 目前的环境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 人种跟基因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因为对比国外儿童染疫后 出现脑炎的报告其实并不多 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香港 至今也才2例个案 其他像是邻近的日本就没听说 新加坡跟中国上海则是没有个案 又一是点出 儿童染疫后如果引发病毒性脑炎 疫后通常不太乐观 而且严重脑炎的致死率高达5成 令人担忧的是五国现有的两款口服抗病毒药物 都适用在12岁以上 小朋友只能注射瑞德西韦 面对重症常病发脑炎 笑吼呼吸衰竭等症状 真的非常棘手 专家提醒家长疫情升官 要尽数带5到11岁小朋友打疫苗 针对无法击中的小小孩 周围的家人则是要赶快打好打满 也要意识到脑炎的先驱症状 一有可疑情况就要赶快就医治疗 记者听民生听报道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两年了 不过传染力极强的Omicron病毒 免疫逃脱力比起过去的变种病毒 都还要强 国外的研究人员发现 第一批感染过Omicron的人 随着新病毒的演化 很多染疫过的患者 可能会持续的感染 甚至会再感染第三次第四次 还有少数的患者症状会持续好几个月 甚至演变成长新冠 专家指出了病毒演化的过程当中 传播能力也会增加 使得突破性感染增加 但致病性也会弱化 Omicron病毒在各国肆虐 引起大规模感染 却没有消失迹象 不断变异躲过人体和疫苗防御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感染过Omicron的患者 再重复感染可能会变成常态 感染之后的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应该有很强的抗体的保护力 不会再被重复感染 但是如果有新的变异株出来的时候 那当然还是有再次被感染的机会 国外研究人员指出 第一批感染Omicron的民众 已经有不少人重复感染了 美国现在流传的Omicron 亚变种B.A.2等变异株 或是在南非流传的B.A.4或B.A.5 同时发现二度感染的患者 今年可能会持续感染第三次或第四次 甚至有部分患者的症状 可能会持续长达好几个月或好几年 演变成所谓的长新冠症状 过去外界一直认为 接种疫苗或过去的染疫经验 可以为人体提供好的保护力 避免患者再度染疫 但Omicron的重复感染率 比起其他变种病毒都还要高 造成不少人重复感染 专家点出关键原因 像避免重复染疫 专家说还是跟提升自身免疫力有关 民众保持良好的睡眠和适度的运动 加上勤吸收等防疫作为 就能降低病毒威胁 记者这么多